中共官方對外宣傳自己抗議成功 同時抹黑和誇大海外的疫情 讓海外華人回國避難 近日一些留學生等海外華人返回中國 卻發現完全不是中共宣傳的那樣 3月14號 一名留學生網名為 豌豆公主病的日常 在推文中說 從英法等地輾轉回到上海浦東 本着對自己 對他人負責 不將病毒傳播給祖國的原則 誠實上報情況 請求檢測確診 豌豆公主說學检後 被禁足在發熱門診等待15小時 不能吃 不能喝 也不能睡 他擔心 這裡沒有分流 也沒有管理秩序 小小門診容納50多人 可能引起大規模交叉感染 有網民評論說 豌豆公主最大的問題是錯位 在自由民主的國家 享受自由民主 卻愛著非自由民主的國家 居然還覺得在非自由民主的國家 也能得到善待 這是一個奴隸心理錯位 以為自己是個自由人了 除了留學生 還有出國旅遊的華人 回國後被隔離 感到恐慌 挺恐怖的 很恐慌的 跟那麼多人在一起 我們去也很害怕 其實這樣的話 反而會加大感染可能性 會有一些恐慌 因為我不知道我周邊的人有沒有被隔離 然後他們也會咳嗽 但是沒有人會在意 也沒有人會去查 據回國留學生介紹 接下來還將有很多學生回國 擔憂這種所謂隔離 反而容易感染病毒 對呀 因為之後所有的法國學生都會回到國內來避難了 新團的記者顏曦 綜合報導 저도知道